用唾液快篩审核过关 但是却被质疑 当初薛瑞源在质询时 说根本没有厂商来申请 但两天后 卫福部竟然就通过 福佑达引进唾液快篩 陈志忠今天说 目前有五家厂商在申请 福佑达是比较早申请 才会核准通过 不过这也让蓝军质疑 为什么这么巧呢 从疫苗到快篩 通通都跟高端有关系 难道有关系就是没关系 食药署快速核准 国内首款拓益快篩 但在党质疑 明明27号 卫福部政务次长薛瑞源 才说没人申请 不到两天 已经有厂商核准通过 次长所以在达询的时候 他那时候并没有掌握到 相关的申请 这件事情有神秘到 就陈志忠部长个人知道 还是只有少数人知道 在党炮荒获得核准输入的 福佑达生物科技公司 创办人陈灿坚 就是高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从疫苗到快篩 怎么又跟高端有关系 难道颜色对了 通通没关系 而目前台湾公费快篩 一记100元 立委高嘉瑜日前说 德国天天做快篩才出门 退快篩一记只要30元 陈志忠毛起来打自家人的脸 说派出德国代表出一查 快篩最高约154块台币 网路则约台币54块 要去卖的价是4.95欧元 超市也差不多是1.75欧元 德国并没有要求 一定要天天快篩才出门 认为30或是50都差不多 可是台湾的价格是多少 是100 应该要发给我们人民的时候 又要再跟人民收一个100块 那这样的话 不是等于是剥两层皮吗 从疫苗看到快篩 也不禁让老百姓好羡慕 为何这么巧 总是高端拔得头筹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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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